明朝正德年间 林太守家里来了一群强盗 要夺玉冠英 林太守临死前 把玉冠英交给了前来问安的燕娘 特别叮嘱她 玉冠英关系国家安危 让她一定要为国尽忠 燕娘回到飞龙标局 把玉冠英和林四伯的信 交给父亲李飞龙 李飞龙知道玉冠英的秘密后 要亲自上京 把玉冠英交给兵部尚属刘大人 李飞龙的祭祀 张秀英得知消息后 立即通知四妹谢金花 谢金花回到蒙虎庄 告诉大当家李飞龙的计划 大当家王天彪决定 明知在黑枣岭伏击李飞龙 当天晚上 二当家则带领兄弟们 杀进飞龙标局 要接张秀英回去 做压债夫人 这一番杀戮悄无声息 比特龙兵还厉害 杀人如草不闻声 当几个杀手 想要暗算李飞娘时 却被夜娘识破 夜娘无意高超 剑法精妙 一一剑壁 来犯之敌 日房夜房 夹急难防 等李燕娘知道 是继母张秀英勾结强盗 屠杀标局 又怒又恨 然而李燕娘 毕竟年轻 剑术虽好 尚不接二当家的毒辣 最后李燕娘藏在一匹马上 夺路而逃 二当家没有拿住 燕娘非常不爽 只好带着张秀英离开 次在黑枣岭 王天彪率领上百个楼罗 伏击了李飞龙 由于李飞龙走的是暗标 连上他总共四个标识 怎么可能是人家的对手 况且他们还中了毒烟 王天彪拿到御观音 大喜过望 立即骑着马跑了 他也不管李飞龙 还有没有死 留下了楼罗要杀李飞龙时 却被李飞龙赶来的 侄儿赵英杰阻挡 燕娘逃到了李飞龙的 结拜大哥 开客栈的老刘这里 老刘告诉燕娘 强盗结标 肯定是为了御观音 他们两个人的谈话 被隔壁住店的客官 铁杂神君 王英听见 为了斩炒除根 二当家派谢金花带队 在老刘的客栈里 伏击燕娘 王英见燕娘以寡敌路 起了狭义之心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燕娘用剑砍伤了谢金花 缠上谢金花 而让他逃走 此时赵英杰路过 见谢金花手无寸铁 而燕娘一强凌弱 赵英杰拔剑阻挡夜娘 让燕娘逃走 王英则追赶谢金花 等赵英杰和夜娘过了几招 才发现两个人用的都是乾坤剑 明显同出一门 本来赵英杰想要问清楚 燕娘的出身来历 由于他阻挡夜娘 所以燕娘也懒得搭理他 等夜娘回到客栈里 赵英杰也来这里住下 至于铁爪王英 一路跟随谢金花 来到了蒙虎庄 原来王英是蒙虎庄庄主 王天彪的师伯 王英受聘于后金的藩王所托 来这里也是为了玉观音 赏金三万两黄金 而王天彪受雇于朝廷的秦王 赏金也是三万两黄金 两人一对话 已然明白这个玉观音 肯定有秘密 王英估计燕娘 应该知道玉观音的秘密 所以就社局把燕娘 带进蒙虎庄 等王英露出老狐狸的面目 燕娘才知道 这个老东西阴险狡诈 就来众人准备对燕娘动物时 跟踪而来的赵英杰先生 呵斥众人 蒙虎庄机关重重 燕娘落入地牢中 两边喷出毒烟 晕了过去 二当家的看赵英杰 年纪轻轻 以为好欺负 他万万没有料到 赵英杰剑法之快 比筷子还快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铁打王英亲自上前 跟赵英杰比喻 他先让了赵英杰三剑 随后让赵英杰接自己三剑 赵英杰也没有想到 这个老家伙 脏法很辣 而且功力深厚 又分金裂十之功 幸亏赵英杰轻功绝顶 否则早就死悄悄了 王天彪 带着王英来地牢见燕娘 让燕娘说出 与观音的秘密 燕娘瞪着大眼睛不张嘴 他要说不知道 王英等人也不会信 关键是燕娘真的不知道 王英掰随了燕娘的臂膜 赵英杰跑回客栈 掌柜老刘向他介绍好友 刘四四兄弟 为了救回燕娘 刘四四兄弟死了个计谋 把王英和王天彪引走 王英的武功很高 他杀了刘四三个兄弟 只有一个逃脱 当死起被刘四兄弟 拿到手的御观音 才知道是假的 中了吊虎离三剂 而赵英杰进入猛虎中 杀进地牢 救出燕娘 王英和王天彪赶回地牢 赵英杰和燕娘 趁他们没留心 悄悄逃出去 李飞龙也来到了客栈 他把赵英杰燕娘等人 都叫到一起 说出了御观音里的秘密 秦王和藩王勾结 把边防军情密函 暗藏在御观音里 林太守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抢夺御观音 随后也遭到了杀害 李飞龙担心 王英这老狐狸 很快就能猜出御观音的秘密 这天晚上 王英悄悄把御观音 从香炉里掏出来 经过一番思索 他拧开御观音的底座 里面果然藏着一张纸条 我看到这里 并不觉得王英很聪明 反而认为李飞龙脑袋被驴踢了 就着区区一张纸条 你要是藏在身上 头发里 纵然别人抢到御观音 也于事无补 御观音做名标 这张纸条才应该做暗标 所以说 李飞龙不如改名 叫李飞珠 次王英要向王天彪告辞 这次赏金的事 他不参与了 恰好三当家中秦王府回来 说王英答应 把赏金明天送来 交换御观音 王天彪奇怪 而二当家更是怀疑 王英为什么不派赏金 跟老三一块回来 王英哈哈大笑 说恐怕王英送来的 不是三万两黄金 而是三千官兵 所以王英就用这个理由做借口 不动声色的离开了蒙虎庄 李飞龙五个人 为了夺回御观音 准确来说是密函 他们杀进了蒙虎庄 五个人把全装上下 杀得干干净净净 只剩下王天彪一个人 当然这样的事情 也只有武侠篇和抗日神剧 干得出来 等王天彪交出御观音 李飞龙发现里面的密函没有了 王天彪先识不解什么密函 等反应过来后 他明白了 一定是师伯取走了密函 所以才借故离开 他主动请音 要领着众人去追王英 王英在路上 遇见了来接他的藩兵 关于藩兵啰嗦一句 里面有一个胖子是红金宝 可是没有特写镜头 等李飞龙等人追上了王英 双方大战起来 王英让藩兵拦住李飞龙一干人 他自己操小路逃跑 却被王天彪拦住 面对师伯的无耻 王天彪豁出命 也要夺回密函 结果命真的豁出去了 最终也只是临死前 暗算了一下王英 王英胳膊受伤了 被李飞龙等人追上 他一个人落单 所以双拳难低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 老狐狸武功虽然高 可是夜娘 赵英杰等人车轮转 最后凭借阻绝光环 老狐狸被送回老家 赵英杰从到怀里 掏出了密函 交给了夜娘 夜娘把密函交给了父亲看 果然是奸臣勾结外邦 叛国造反 李飞龙要领着大家 赶往京城 揭露奸臣叛国的罪行 电影讲完了 我才想起来电影名还没有说 本篇篇名 夜娘 期待关注收藏 欢迎留言转发 好 Do you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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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